咱们把书打开到第94页 咱们来学习第21课的内容 学第21课 第21课 咱们第21课仍然是要复习第二字头的字尾 向下接字 这个字尾要写成两个长牙 另外呢我们要复习这个拉行发行和挖行 这个向上接字的这个接字规则 向上接字的这个接字规则 首先呢是拉行拉行的这个字头 大家都比较熟悉的拉行这个字头 它呢如果向上接字的话 那么向上接字 比如说上面已经有这个字母了是吧 那么就沿着这个字母写下来写下来 然后接这个拉就可以了 然后呢下面呢继续往下接 继续往下接 那么对于发行呢 发行是吧 发行的这个字头 发行的字头 那么有两种情况 一种呢是发行 是吧 向上接字的时候 那么它呢如果要向上接字的话 比如说上面已经有这个字母了 沿着这个字母呢 沿着这个字母写下来 沿着这个字母写下来 先这么大 写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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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顺着这个呢继续写下去 继续写下去 然后有什么字母呢就往下写 然后把这个字干的写完之后呢 再把这半部分呢补上 再把这半部分补上 这个是后补上去的 那这个呢就是这个发行的向上接字的这个接字规则 那么发行呢 从这个fee开始 fee for 那么它还有另一种 另一种怎么样呢 就是写一半的这个 写一半是吧 然后呢 它呢如果要是向上接字的话 这个就非常简单了 就是上面比如说有字母 那么从上面写下来 写下来 然后写这一半 然后继续呢往下接 是吧继续往下接 下面有什么字母啊 接 那么这样呢 就可以了 那wah呢 只有wah和wah 只有wah和wah两个音节 那么它呢 如果要是向上接字的话 类似于fee的那个方法 类似于fee的方法 那么上面如果有继续往下写 写了另一半是吧 然后写下来 然后呢 继续往下写 继续往下写 那么这里面呢 比较特殊的呢 只有这个 比较特殊的啊 比较特殊的 只有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 是一个重点掌握的 比较特殊的 因为它要写那一半 是吧 那一半是右侧的这一半呢 这个是后加上去的 后加上去的 这个是要注意的 那么咱们来继续看 这个拼写练习 拼写例子 拼写的例子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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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入鑰匙 放入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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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咱们来看 怎么接 自尾变成两个长牙 这个就是 读成 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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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这个尾巴要变尾 要变尾 因为第一字头向上接字之后要变尾 要注意一下 同样道理 要变尾 尾巴要变尾 路易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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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易路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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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这个就是来行和拉行相拼的练习 这个就是来行和拉行相拼的练习 放入冰箱 第一个 肥肤 第二个 肥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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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肥肥 肥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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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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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个恢复 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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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一组大家要注意前面的后面是不一样的 那么要区别掌握一下 并且有一个什么问题 应该是这个 这个发的这个 中间的这个是吧 这个是怎么的 是后夹上去的 是吧 是后夹上去的 我画圆圈的这个 大家要注意一下 要注意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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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字 拼和举例就写到这里 下面来做课后的拼写练习 拼写练习 好 感谢观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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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